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我们大人学的文章还有podcast都有一赛题集 台湾的学校花了很多力气在教我们读书考试 在学校我们的生涯中学习了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等的知识 可是却很少思考在离开学校之后日子到底要怎么过 比方说该怎么做决定、该怎么做选择 该怎么平衡全面地看待我们的人生 虽然人生很复杂 可能也没有一个策略可以完全适用 但是偏偏大部分人却连一套策略都没有 因此他们时常水波逐流 跟着大家人云亦云 而且还以为追随大家就是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大人学特别设计了一门线上课 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 在这堂课程中将会回答一些很多人在生涯规划上面的迷思 比方像工作的时候起薪为何不重要 为何高度加班的地方就算给你高薪通常也不划算 为何直销不是经营事业而是一个低维度的努力 为何政府组织还有学术单位并不会带给你稳定 甚至还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小的储蓄还有存钱习惯为何会害了你 那些自觉我的兴趣是学习的人为何其实很危险 以及最后为何就算你胸无大志 你也必须让自己增长之后再来胸无大志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被以上这些问题困住 那么欢迎你来听这堂课 或许能够避免在人生上面继续绕远路 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和提问的 都欢迎大家可以写信到podcast atftpm.com.tw这个信箱 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 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 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 至于现在会有一些很简单的 我可能几句话就可以解答了问题 或者是我觉得它非常复杂 它可能需要集合网友 综合之力来帮忙的 我也会在我的脸书 还有推特上面 用文字的方式贴出来回答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 我这两个账号 所以有可能你的问题 会在那里来获得解答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比较想跟大家聊聊鱼裕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很多集的节目中 还有我们很多文章中 我们都常常在讲鱼裕这两个字 那为什么我想聊呢 因为我就想到某一次 我看到那个YouTube上面 我们节目YouTube上面的留言 有一个人呢 他就留说到底这是哪两个字 他其实可能听不懂 我不知道他可能不是台湾人 或者他是 可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那鱼裕是哪两个字呢 鱼裕就是多余的鱼 裕呢是这个宽裕的裕 那如果你用英文 英文的概念 我觉得可能比较是spare 或者是slag 或者是redundancy 或者是buffer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呢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工作上面 能够有一些缓冲 有一些空间 能够去应对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 那毕竟呢 我跟Brian嘛 我们是做这个专案管理出身的 就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现在知道一下 我们两个其实背景是做专案管理的 所以呢 那我们常年受到专案管理的训练 所以我们在思考上面啊 我们非常非常在意这个所谓缓冲 缓冲 然后呢 非常非常在意这个所谓备源机制 那也很在意在时程上面啊 或者财务上面啊 或者在资源上面啊 能够多准备一些 多准备一些 那这个多准备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去应对所谓的contingency 也就是这个偶发事件 然后突发状况 那甚至是我们在自己公司的经营上 正常可能是比方说五个人的工作 那你呢 就尝试搭配六个人力 那真有什么状况 大家也都有机会可以cover过来 因为难保 那不会有段时间可能很忙 可能需要多一个人来cover 那这样子你多的人力就可以来负担 那多的人力其实也没有不好 因为平常大家可能就忙八成 可以准时下班 大家可以学一些东西 像去年这一年IT很夯 那大家在日常工作以外 就会有一些时间 可以来做一些研究 可以做一些这个研发等等等等 那但是呢 大家在台湾上班 你也知道很多公司五个人的工作 可能就只搭配三个人力 然后呢 平常怎么办呢 就靠加班嘛 可是呢 我们一直觉得 或者我们其实从专案学到的教训 或者学到的经验 就是这其实在经营上面是不利的 你可能省了小钱 可是你将来会花大钱 因为你只要经营上出了一个什么意外 那就可能会惨赔 甚至大家可能你知道忙不过来 然后觉得生活没有品质 他离职了 你要找新人 你要交接 你要确保服务可以回到原来的品质 那个其实可能都是 你只要不值得这个部分的 那财务上面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 就是你做一个研案 这个研案你估算 你要一百万 但是你实际上手上 可能尽量准备个一百二十万 那你就会安全很多 因为呢 没有人知道实际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进度不如预期啊 可能出了一些什么意外啊 可能有错啊 总之呢 你手上多准备的这二十万 就能拿来应对变动 拿来呢 保护自己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讲到的 于遇 那我知道这个概念在工作上面 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有太复杂 可是呢 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 那这个在个人的人生上面 到底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其实在非常非常多的集数里头 我们其实跟个人讲的 都是余遇余遇余遇 所以呢 我相信一定有些听众心里就想 人生到底是能有什么余遇 或者余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也因此啊 在这一集 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我再回头来 跟大家来解释解释 余遇跟个人 跟人生之间的关联 那事情是这样 就是我最近啊 在看Netflix上面 有一个韩国的实境秀 叫做魔鬼的计谋 那这一部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有一些想法 那有一些想法 我也不确定适不适合讲 可是今天我要讲的 我觉得是适合讲的 就是老少贤疑 大家都可以听的 那 其中有一段情节 我觉得刚好可以拿来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中 当辅助说明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去看 你有Netflix你可以找来看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呢 这整个实境秀又很精彩 它其实是还蛮值得一看的一个剧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看 或者这个剧本来就在你的这个 看片名单中啊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 看完再回来听 搞不好你的感受会最强烈 那如果你一下没有打算要看 因为我忘了10集还11集 其实也是有点长 那你如果没想要看 你是可以先把这一集继续听完 因为我接下来讲的内容 我会努力在情节上面不爆雷 所以呢 你听完这一集你有兴趣 你还是可以去看 因为呢 结局或者是中间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情节 你还是不知道的 你还是不知道的 那在魔鬼的计谋 这个剧中啊 倒数第二个游戏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这个德州扑克 这样的一个玩法 就是呢 大家坐在桌的边缘嘛 然后会有个庄家来发牌 然后每一个玩家都会拿到几张牌 然后拿到牌 根据你手上的牌 就是有些牌是只有你看得到的 有些牌是公开 大家都看得到的 然后呢 大家就来各自下注 那只是呢 每发一张牌 你可能就要决定要不要下注 那只是呢 这个游戏可能比正常的德州扑克 还要复杂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呢 它需要你把你手上的牌 就是按着自己看到的 还有大家都看得到的 透过呢 加减乘除 还有开根号 然后呢 把这些数字牌跟这个符号牌 重新排列 要么你就是很接近20 就是加减乘除之后 很接近20 或者是呢 加减乘除开根号之后呢 很接近1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今天一起来玩 同一桌有5个人 你除了看到自己的牌 你要计算 我怎么样能够最接近20 或者最接近1 然后来决定要怎么压住 就是你还要看你其他同桌的那些对手 他们显露在外面 你看得到的符号 你看得到的数字 然后去猜 到底他会想要把它组成20还是组成1 因为呢 大家最后都可以自由选择 要压大 就是压20或者压小 可是呢 因为每个人最后的组合排列的方式可能不同 所以如果你运气很好 刚好 比方说同桌的人 大家都想要压小 可是呢 只有你压大 那你就没有竞争对手 可是呢 如果大家都想压小 你也想压小 假设最后是三个人想压小 结果呢 A算出来 他的排面 加减称度之后是可能3.2 B呢 可能是1.3 C呢 可能是0.8 那最后就会判定 C赢 因为C的0.8 离E只差0.2 所以是最接近1 所以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 你不能只看着自己手上的牌 你不能只是想说 我要怎么排列组合 我怎么样 这对有利 你还要看别人 看他们怎么排列 然后来决定自己要主大 还是主小 要压大压小 最理想 就是大家都压小 只有你压大 对不对 那你就自然而然会赢 因为呢 比方说你压大 你组个什么12 离20很遥远 可是因为没有别人也压大 那你其实就是最接近的 你就可以呢 拿到对应的筹码 那剧中啊 当然就有各种斗志啊 各种竞争啊 各种合纵连痕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精彩 可是呢 我今天不讲 我就留给大家去看 我今天比较想讲的是啊 这个游戏 其实非常像 我们大部分人面对的人生 你说一指着怎么说呢 也是这样 就是啊 你假设在这个游戏中 你要赢 其实你要涉及到 好多不同的面向 第一个 你要有基本的这个技术能力 对不对 而且你要算得快 所以你拿到排面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去想 我可以有哪些这个排列组合 怎么样可以接近1 怎么样排可以接近20 然后到底是比较接近20 还是比较接近1 再来呢 你也要看 别人打算怎么选择 因为如果大家都选小 你选大 就算你的组合比较差 你也会赢 可是呢 大家都选小 你也选小 可是你 其实你知道 没有办法那么逼近1 那你可能还是会输 所以你还要懂得隐藏 你还要虚张声势 对不对 明明你要压小 然后你说 我来压大看看 之类的 去误导大家 所以你就必须脑子很清楚 要能够算得快 或者是呢 排天生自然就超好 那你当然在这个竞争中 就会比较有优势 那前者计算得快 排列组合迅速的去做整理 虚张声势这些 这可能是你的技能 可是呢 排好不好 这就是运气 没错 游戏要赢 其实运气是占一定的比重 而且你认真去想 运气的成分 其实还不低 因为我算得很快 每次排都很烂 这也无能为力 对不对 但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就反映 我们大部分的人生 也是类似的游戏 你能提升技能 你能掌握技能 你能够关注你周围的竞争对手 可是你还是需要运气 你还是需要运气 可是这里就连带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要素 就是呢 在游戏中 每一个玩家 他会因为前面几个游戏 他玩得好不坏 所以在进到那个倒数第二个游戏的时候 他手上其实的筹码数量是不同的 有人可能手上有个五六十个 有人手上可能只有七八个 所以呢 前面做的好的玩家 他手上的筹码数量就会多 可是前面呢 可能比较要坎坷一点的玩家 手上的筹码数量就会少 可是呢 在游戏中筹码的数量其实很关键 为什么很关键 因为你每一回合要继续玩 你其实啊 在开局的那个时候 大家都要先放一个筹码给庄家 开局就要放一个 那如果你后面你觉得你排好 你可以继续加注 然后看别人敢不敢跟 就像德州扑克一样 那如果呢 他觉得这个我排不好不跟 那原来已经在台面上面的筹码 就归最后赢的人 可是呢 也可能别人排好嘛 或者是他续张声势嘛 所以他在加注 甚至他还这个追加 那你呢 要继续玩 你就得要被迫跟进 或者你觉得啊 你不会有机会赢 你可以放弃 可是呢 你放弃了 那你原来已经下注的筹码 就会拿不回来 所以这个也就表示 你的计算能力啊 跟你自己有关的这个能力 是很重要的 这个没有错 运气也很重要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你下注的技巧 你想想看哦 如果呢 我是那个玩家嘛 我筹码很少 然后我拿到牌很差 可是呢 我每一局我都没有多想 我全部都all in 那你可以想见 我大概两三场 我可能就输光了 可是反过来 你牌很好 可是呢 你却呢 胆子很小 你没有胆子加注 那也很高的几率 你会错失机会 甚至是呢 你牌很好 可是别人一看 你觉得哇 比不过你 中间全部都中途放弃了 你可能最后呢 好不容易拿一个好牌 可是赢少少的 那这样就会很惨 你如果好牌赚的少 坏牌赔的多 那这样子到最后 当然结局就不会太好 所以你看 听到这边 你大概就会发现哦 这是一个需要思考 需要技巧 需要执行力 但是呢 运气成分 其实也占很高 胜负关键的游戏 而且呢 你还要看牌面 看局 看大家的一个压注的方向 所以呢 你选一个人少的地方 那就算你牌面又很好 你可能也会赢 你细细想想 其实我们的人生 你不觉得非常类似 这样的一个游戏吗 你的技巧很重要 你的知识很重要 你所处的环境 也就是周围还有什么玩家 你的运气 这些其实对我们人生结局 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关键 而且运气 尤其是一个关键 我猜有人听到这边 可能会想 运气 大人学不是从头到尾 都在谈增长吗 他讲到运气 不就跟增长无关了吗 不是 不是 增长跟运气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你说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子 增长 不是说你学了一个技能 我就学了一个什么 什么Python的一个 这个Programming 我就会成功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增长 不是你学东西 不是你变聪明 你就会成功 增长 努力半天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把握运气 好 意思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跟这个游戏 我觉得最像的地方 就是你每一局 你能拿到的牌 是随机的 你每天来上班 老板交代给你的工作 有可能有些是好工作 有些是差的工作 对不对 或者是我不要讲上班 我就是出来找工作 可能有些工作是好 有些工作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他其实有些东西 是有这个 机运的问题在里头 是有随机性的 是有好运跟坏运的 可是呢 好处在于 我们人的一辈子很长 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手 好好的出牌 好好的控制筹码 你总有拿到好牌的时候 跟机会 那问题来咯 好牌出现了 你是那个能够因此 拿到机会 掌握机会 扶腰直上 还是呢 有机会出来 你小赚了一点点 甚至还有人小赚了一点点 然后下一把就大输回去 我相信这一类的故事 你环顾周围 都很多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概念 再想得更透彻一点 你会发现 人称这个游戏 或者是 类似这个魔鬼的计魔 倒数第二个游戏 游戏的关键 是你要能够在场上玩得久 久到 撑到 你能拿到好运为止 所以呢 很简单的讲就是你要留在场上 而且好运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稳稳抓住 光这两句话 如果你有听懂 你有搞懂 我觉得你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五十年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花了好长的时间 我领悟的一个道理 你要让自己留在场上 等待好运 而且好运来了 你要能够稳稳抓住 那你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就回头来讲 游戏中的筹码多广 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 余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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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刚讲到 游戏中每一回合一开始 你都要最少下一注的筹码 那如果你手上筹码多 你就会有余遇 可以慢慢的机会 你可以优雅 你可以气定神仙 你不紧张 你不害怕 这个我一直觉得 其实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因为牌是随机的 机会是随机的 运气是随机的 不表示每一次 你都会碰到打牌 可是如果你手上筹码少 你就会发现 你别无选择 因为你得冒险 你得虚张声势 你甚至在一个 不是很好的牌的状况 你也得要索哈 你也得要休憩 因为你别无选择 因为你没办法 你只有十个筹码 你在第五局的时候 第七局的时候 你总得要做一点什么东西 不然你就出局了 可是如果你选择多的时候 你有余遇的时候 你没差 你可以慢慢的 你可以一路等下去 你时间拉长 人生总会有一个时间 出现一个超棒的好牌 你想想看 如果你开局的时候 手上有一百个筹码 你可以等五十局坏牌 五十局坏牌 你都可以七定神仙 可是如果刚刚提到 你开局只有十个筹码 表示这十局中 你要马立刻就要能有好牌 或者是不是好牌 你也得要冒险出手 你就要唬烂大家 你就要假装你好像牌很好 总之你就得要冒险一搏 因为不搏 那你还有什么 你就归零 游戏就自然结束了 所以其实你想想 那些有钱 有资源 有时间的人 他比我们强的地方 其实不是钱本身 而是余裕这个东西 他们有余裕 他们就不会任何机会 甚至其实明明不是好机会 也要show hand 他们可以等机会 他们可以等好机会 他们可以等更好的机会 他们可以等更更更好的机会 然后再来逐步下注 最后得到很好的回报 你穷 你想要赚钱 你可能就得要选一个标的 all in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讲过吗 我第一年出来工作 成了14万 那那个时候也不懂股票 这14万就all in啊 可是今天你如果有1400万 你有14000万 那你的策略就会完全不同 所以有钱的人 他给每个商品都投一些看看手感 看看市场的回馈 看看反应 然后再来看要加码或要减码 这个会是差异很大的点 所以呢 如果能有余裕 你就会发现余裕会带来余裕 余裕会帮你创造机会 余裕可以帮你留下好运 你的余裕越多 时间拉得越长 你的成功几率就会更加提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看待余裕的点 你如果能够趁你有机会的时候 趁你手上有一些资源多的时候 你积累 一来 等到有需要的时候 你会不着急 你可以让自己慢慢去 你只要沉浅的等待那些真的好机会 你不会乱出手乱动 二来 当有好机会来的时候 你也才有办法真的抓得住 因为余裕可以让你去学东西嘛 可以让你提升自己嘛 可以让你变强嘛 所以等到有个好机会来的时候 你已经变强了 你要把它抓起来 相对就会容易很多 那余裕怎么来 第一种 当然就是你开局的时候 运气就超级好 我猜不是很多人有啦 可是呢 也是有些人父母庇佑嘛 父母努力了一辈子 甚至是父母的父母努力了一辈子 所以呢 他们家可能本来就有钱 有资产 有资源 对不对 所以呢 给了你原生的余裕 第二种呢 是你可能出生的时候 运气持平 爸妈呢 也没有特别留什么很多资源给你 可能留些钱 对不对 或者是可以给你个小房子 给你个老公寓之类的 但是呢 是好在 他们没有留什么负债给你 他们没有赌博 他们没有吸毒 对不对 也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小康家庭啦 那接下来 你我如果够努力 在人生的历程中 想的多 犯的错少 你让资源能够慢慢积累 这可能是钱 可能是存款 或者你把存款好的利用 变成某个技能 或者变成增长需要的一些要素 甚至呢 你自己还会去投资 有一些这些金融资产的这个增长 那时间拉长了 你多半也不会太差 第三种 其实反而是很多来问我问题的人 他们开局的运气 其实也持平哦 父母可能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呢 也没有到状况很不好 可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在20到40之间 没有帮自己想 没有帮自己规划 可能也是有个工作 可能也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有个工作 可是工作个10年 15年下来 钱没有留下什么 技术也没有什么积累 也没有学什么别人不会的东西 甚至履历也不好看 然后呢 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没有掌握什么非他不可的价值 那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你多半也就不会有人脉 这个其实到了40之后 人生就非常容易卡住 其实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很多 这些独有的来信 你发现其实都是类似的状况 他们不要说抓到好运了 他们其实在接下来人生中最怕的是碰到坏运 比方说碰到财源啊 碰到经济不好啊 或者是找了一个错的人结婚啊 生了小孩啊 或者投资失利啊 等等等等 只要踏错一步 就可能把筹码输光 而筹码输光 因为手上筹码本来就很少嘛 就像在那个游戏中 别人可能有五六十个 你只有五个 那只要你一步走错 你的筹码就输光了 输光就会再也没办法翻身 那当然还有第四种啊 就是你开局的运气就很差 父母呢 不但没有留什么资产 可能还造成你很大的累赘 会跟你拿钱 会情绪勒索 然后呢 可能家里的这个各类冲突不断 你呢 出来工作 那工作可能也没有赚很多钱 你还要拿出很大量的这个孝亲费给家里 那这个当然就表示 你手上的筹码更少 那就得要更仔细规划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在意余裕 会常讲什么人生筹码什么之类的 其实真的也就是每个人开局不同嘛 每个人的运气也不同嘛 所以以至于你到了今天 你会听我们节目 我猜可能平均也是25到30之间 你手上的筹码多寡也不同 营气好 筹码很多 那当然很棒 你开局好 你爸妈留的资产多 或者是你爸妈留给你的资源很丰厚 你确实 你可以不用想太多 你也可以乱玩 你是一个什么二代 对不对 家里有很多房子 那不管你是什么挥霍也好 躺平也好 搞不好 就算都没有做对什么事 也足以过一辈子 像那个游戏 有一个人 他一开局 手上有10万个筹码 那就算他一场都没有赢过 只要他不犯错 不要大输 那其实他是可以稳稳的玩10万次的 那10万次早就游戏结束了 对不对 那甚至我们讲夸张一点 每天你都有一次人生的机会 他们就算10万日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可能也不会遭遇什么惩罚 当然你说不公平 可是也是祖宗积德 人家上一辈的努力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你我都是 我们家也是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你可能没有很差 手上可能也是有一定数量的筹码 可是你就得要在这一定数量中 比方说200个筹码 你就得要在这200次的人生机会中 你要尽量帮自己做对几次事情 这个对的事情 不一定能帮你赚什么大钱 那不一定能够从此帮你什么财富自由 因为我碰过很多人都想来问财富自由 我会觉得你是中产的家庭啊 你想财富自由 我觉得你想的太远了 你先想办法让自己予欲增加 保自己不死 这个其实是比较踏实的一件事 所以呢 你想办法做对的事情 每一次帮你赚一些筹码进来 你每一次帮自己能力提升 帮自己增长 这样200可能变500 500可能变800 变1500变2000变5000 你慢慢予遇到一个程度了 财富自由自然就会出现 可是如果你满脑子想着财富自由 你就会show him 你就会在不对的时候说哈 想要赌一把 可是赌赢 那当然没话说 大部分人是赌输 好赌输 那你要怎么办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不管在podcast 在文章 或在很多课程 我们都在讲增长 这其实也是我苦口婆心 跟Brian常常会建议你 如果你还年轻 你40以下 如果可以 你收听我们一段时间了 真的很良心建议你 来上几堂 谈游戏规则的课 职场大人学 恋爱大人学 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的人生 还有呢 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 这几堂 我觉得对很多人最大的帮助是 他先告诉你 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这个游戏剩 什么样可以剩 什么样叫做好机会 什么样是不好的机会 你在游戏中 你该怎么压住 你才能多赢少输 你就算输 你也不会搭配 你甚至你该压住在哪里 因为很多我们从小直觉以为对 但其实根本是错的地方 你跟我们一样是中产家庭 你其实非要知道游戏怎么玩 你才能够在一开始一开局 就最有效的用你的筹码 我们筹码少的人 犯错的空间就少 你有一百个 你下错十个 你还有九十个 对不对 你还可以再等九十回合的好运 可是呢 如果你手上只有十个 只有二十个 你就算不犯错 你也只有十次 二十次可以等待好运 更何况 一开始玩游戏 大家都不会 你一定会犯错 那犯了错 你手上的资源 手上的筹码更少 你就会让自己 越来越接近卡死的状态 可是呢 你也会发现 很多人他都想要靠自己来事物 然后呢 非要到最后才发现 我其实游戏根本玩错了 明明这个游戏是德州扑克 可是你完成减红点 那其实最后 就算你知道了 手上没有筹码可以下注了 人生的机会也就耗光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一路听我们的节目 你会发现 我们总是希望大家第一件事情 要先学看懂局 你看懂局 你就会懂游戏规则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讲的相信思考 再来第三件 勇于改变 你知道怎么做 你就要去做嘛 而不是只是说 我将来有一天 所以勇于改变 再来第四件事情 保持余裕 你改变了 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些东西 这个余裕 可能可以让你资产上面积累 可以让你技能上面积累 可以让你人脉上面积累 可以让你得到更多好机会 这才会杠杆 然后你让自己持续 有意识地保持增长 做对的事情 最后有一天 好运来了 你才能够真正抓稳 才不会把日子过坏 所以最后最后最后 我的良心建议真是 你如果不是那种很机敏的人 你过了25岁 如果你觉得对这个人生 这个游戏 还是有一种茫然 对于职业规划 还是有一种茫然 家里跟我们一样也是中产 不是那种筹码丰厚 可以让你任意挥霍的人 那我真心建议 你到大人学报名网站 看看下面这几堂课 代号S003 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 S012 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 V018 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你的人生 A101 经典的职场大人学 A102 经典的恋爱大人学 这几堂课程 我觉得是你二十几岁 最值得投资的课 因为你可以避开犯错 避开耗损 手上为数不多的筹码 人知道怎么玩游戏 才能持盈保态 才能让自己 有捕捉好运的予遇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 我们一起向心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来学习 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